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干时事最酷 王一博持缘自己的家乡河南 身体力行才是年轻力 王一博随同韩红爱心基金会持缘河南 身体力行,闷声干时事的他来了 河南遭遇了千年一遇的大暴雨 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 作为河南人的王一博 在第一时间跟随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奔赴前线 是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顶流 脱去戎装后,他就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人 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有态度的年轻一代人 大在大难面前,没有明星,没有光环 只有平凡不过普通人 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共度难关 虽带着光环,饱受争议 许多人对此的看法更一致的赞赏 这才是年轻艺人该有的样子 同时,环球时报国际版 刊登报道了这件事 文中提到了,中国演员歌手王一博 作为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的志愿者 前往位于中国中部发生洪涝的河南 正是王一博的家乡 这份报道在国外推特上瞬间引发热议 大众对此的评价更是赞不绝口 中国年轻艺人的影响力跟号召力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作为当下的顶级流量明星 他能够第一时间奔赴前线 作用跟影响可想而知 不是单纯的去搬搬东西这么简单 灾后的心理援助跟安慰是非常重要的 能让大众恐慌的内心得到抚慰 转移注意力的同时 还能够提升对生活的乐观态度 这是王一博作为当下的社会责任感 跟职业赋能的最大化体现 重点还有一点 就是他们是带着物资跟灾后医疗团队去的 重点对象是灾后的健康问题的人群跟防疫问题 同时呢 王一博曾说 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无论是之前的疫情期间 还是在这次的洪涝灾害面前 他都身先立足 默默无闻地做了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 他属于话不多 干实事的人 同时呢 正是由于这种不喜欢张扬的个性 也引来了很多不同的声音 总之 想说 切勿在重大事件上用道德来诟病你不了解的事情 同样 让我们看到他做事的态度 跟他强大的流量号照力的背后 是一群支持的粉丝群体 王一博的后援会 在暴雨发生后 第一时间就马不停蹄地组织了线上 分享实时讯息 各种的救援物资的筹备 捐款捐物的同时 更是前往了河南重灾区实施救援工作 这份力量皆是一份世间的大爱 天灾面前 人性的光辉在中华大地 总会扭成一股绳 就是团结的力量 只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共度难关 让更多的人脱离困境 让社会得到安定祥和 我们的安定来源于每一位中国人的齐心协力 这才是能量的释放 这才是社会核心的价值观 最后我们祝福王一博跟奔赴前线的医护人员 各方人士 一切顺利 平安归来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